《棉花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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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們是棉花棠 我是棉花棠的聖哲 我是棉花棠的小秋 那時候他是 就是他本身是個街頭藝人 有一次看到表演我覺得很新奇 因為其實在台灣很少有街頭藝人 然後我就說我可不可以跟他一起組團 於是我才開始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因為我從小就很喜歡唱歌 可是他們覺得其實在台灣的環境 很多的歌手都是需要會唱歌以外 還要會跳舞或者是會演戲 那我只會唱歌 然後那時候我只想說我不需要一個大舞台 只要一個就算是街頭 我也覺得我可以很快樂地唱 其實我們第一次在公開表演是在街頭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在台北的街頭藝人 他是需要一個考證 那時候我們表演的時候就是 在信義衛秀那邊 然後就是十點多大家要看電影啊 然後要散場啊 然後我們就在 就燈光很昏暗 然後我們兩個就在那邊唱 然後他就彈吉他 因為其實那時候他還沒有考到證 然後其實只有我有一個人的街頭藝人證 然後他那時候是偷偷摸摸的 就是我們一起唱歌 因為去年其實台灣有一個樂團的補助 然後我們就去報名那個補助 然後也很開心就是獲得 就是有入選那個補助 然後有新台幣30萬的補助 當你得到補助之後 你就要開始去做一張專輯 那我們就開始就想說 那我們應該做怎麼樣的一張專輯 然後開始討論啊寫歌 我們想要讓這一張專輯 曉飛寫上更多更多的朋友聽見 因為我們在街頭別人的時候 就感受到太多 大家給我們的溫暖和力量 所以我們當初在討論說 我們要做一張 就是也可以給大家很多溫暖力量的專輯 並且讓聽見人可以擁有更多 真的去做夢的一個勇氣和力量 要陪我每到老世界的終結 我們親手聆聽 我正在舉行的黑線 我覺得我目前最大的成就 就是小飛行這一張專輯 因為其實是我們詞曲啊 製作都是自己包辦 然後也是一張我們相當喜歡的專輯 然後我自己最大的成就就是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麼 因為我覺得不管幾歲的人 一定會有對於生活很迷失很迷惘的時候 然後像我也曾經很迷失 可是我現在有一個目標去做 我覺得然後還有認清楚自己 我一直 Eugene Sue 在我身邊聽不聽 就不是故意於展覽 我一直說